各位網友大家好 跟大家說了這麼多日疫情 說到我都有點悶 今天轉娛樂台 這條片是要多謝論行顧問贊助的 起多拆彈搶椅子 合縱連環總有計 論行顧問 論行顧問 同旁白師 同旁白師 苦連足全港人 苦連足全港人 自由健在 自由健在 遊戲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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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宗爆炸性的娛樂新聞 就肯定是Angela Baby 和曉明大哥離婚 她倆結婚六年多 近年已經全分辨 今天雙方都在微博鋪同一段 感恩過去所有 未來刑事家人 之後倆工作室都發聲明 說她們是和平分開 搞離婚 將來會一起養育小孩 唉 文世間稱為何物 她們15年 花了兩億人 搞個世紀婚禮 王子公主 海麵蛋糕還表白說 你負責許願 我負責搞笑 你負責幸福 我負責給你幸福 開這麼大張支票 最後又是你 不知沉寂了一段時間的你的樣子 如何巴打 知道這件事之後 會有什麼感受呢 而台灣蘋果日報 獨家內幕爆料 就說她們離婚有三筆 不爭產 不爭子 不惡言 亦不想兒子知道父母離婚這件事 是啊 父母離異最慘一定是小朋友 除了小海麵之外 還有Steven兩個兒子 張志恆的老婆文文 昨天就在IG出帖 分開不代表完結 只是給大家過更好的今天 我們正式離婚了 唉 Steven之前真是吃粉絲 19年和文文奉子成婚 之後被爆一腳踏幾船 還被指到處借錢不還 被封世紀戰艦 當時文文對Steven都不離不棄死艦 但幸福只是維持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上年11月文文就已經出帖 每一段關係的結束 都是為了有更好的將來 當時已經傳出離婚的疑魂 現在真是離婚收場 你說有什麼位 看完兩宗離婚之後 今天也有一宗不太開心的新聞 就是資深配音員盧雄細細 中年74歲 魯Sir配音大家一定聽過 他在多部電影中 幫過鄭則氏、曹查理、成灰安大傻、曹達華配音 但最為人熟悉 就一定是幕前的演出 魯Sir 你幫幫我吧 回魂夜裏的保安大隊長魯Sir 你老婆你排隊吃雞皮 你不要害我 我身邊沒什麼做壞事 只是間中打飛機 還有九品芝麻官的尚書大人 本官生平最討厭你權奸子弟 目無王法 相信大人、小人都有看過 三年前 魯Sir有接受過威哥會館的專訪 都見他挺精神的 而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應該是去年年終上TVB的好聲好戲 見他撐著拐掌、白髮蒼蒼 都不禁令人覺得歲月催人的唏噓 老Sir 多謝你帶來這麼多經典的作品 我們會永遠懷念你 接著這宗 都不知算不算是娛樂新聞 就是著名撐警藍絲KOL玻璃柱 涉嫌走後駕駛 在灣仔撞傷人被捕 明明支持警察應該自發守法 為何都會罪駕 真的想不明白 況且對上次陽明已經示範過一次 只能說 人類總是重複犯同樣的錯誤 相信大家都不想再看這個畫面太久了 就跟大家說一些開心的娛樂新聞 就是KOLA 成員Ivy Soul 賀年輝春今天開賣 限量3000套 星期五賣到星期日 每天1000套 每人限賣一套 猜到你們一定會說 旁白師又自肥 非也 因為這件是好人好事 那個收入 收益 還是收入 會全數捐出去 有人問 是哪幾間 其實我密室了幾間 不過可以再看看 吵了多少錢之後 再看看分配 去 我打算自己市人也會捐些 大樹下我打算捐 之後 連重請就對了 還有無邪了 我也怕買不到 但這麼有意義 現在一定要幫SOMA宣傳 哪裏有得買 旺角總統商業大廈20樓01室 SOMA是決定不要應換燈箱 將錢捐出來 他真是好人 I be so see 大家又對這幾單娛樂新聞 有甚麼意見 歡迎留言 LIKE和SHARE這條片 還有訂閱我們 下條片再見 拜拜 頂多方便 你確實再掛來 4人 開到 3人 3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